十二 太陽報 民航署離譜放生玩手機高層 2015年7月26日 港民A08記者何雲彥報導 東方暴役集團早前獨家踢爆 有民航署主管級空管人員涉嫌違規在航空交通管制中心內玩手機 隨時危及航班和乘客堪存 民航署調查接近一個月後 近日警指事件缺乏足夠資料 未能確定有員工增在空管中心使用手提電話 民航署內部消息更指出 攝氏的玩手機高層已於本月中退休 並無因事件而遭受任何懲罰或警告 令其他空管人員相當不滿 有立法會議員旨有關報導圖文並謀證據確鑿 質疑民航署有否認真調查 東方部役集團在6月底報導 一名民航署空管人員無視處方指引 公然在空管中心內用手機收發短訊及WhatsApp等 可能會影響中心內的精密電子儀器和與飛機師的通訊 而且有關違規行為已持續元年 大礙於個人為主管級人員而無人敢出聲 處方事後稱會研究相關資料 採取適當跟進行動 事隔近一個月後 民航署近日終於回覆本部 指就事件進行調查後 認為無足夠資料確定有員工增在空管中心內使用手提電話 處方強調已就此發出內部指引 提醒員工在空管中心內禁止使用手提電話的規則 亦會繼續留意有關指引的執行 轟拍內郵走虛 三無處理據了解 民航署內部對有關調查結果相當不滿 質疑當局誤查自己人 有內部人員更透露 食鹽玩手機的主管更日更可安然退休 處內公告難早前公布 該名主管最後一天上班為本月十三日 其後數日更有同事為其籌備歡送宴 於尖沙咀某酒樓擺敲 司為 共有八十多名民航署職員自費出席 有民航署人員對該名主管犯下大錯 卻可拍拍攏有酒爭 相當憤怒 無關部門的三無處理手法 這麼大件事 部門無跟進 無警告 無懲罰 退休還可以自大不退休金走 簡直離譜 將會委員質疑調查草率立法會政府將或委員會早前兩度發表報告 狠批民航署大花統及管理混亂 將委會委員黃毓民指出 今次玩手機事件有照片作證 難以理解為何處方調查不到有人需要負責 有民航署內部人員舉報 拍攝雙刀話無足夠資料 估計他 都可以看回閉路電視片段 看任周人用手機啦 為何這樣都查不到 它認為在空管中心重地玩手機問題相當嚴重 處方須認真調查 不可草草了事 本部向民航署求證該名食是主管的新級職位 是否經已退休 曾否舉辦寬送現等 但處方全部拒絕正面回應 謹稱相關寬送現並非由民航署籌辦 因此無相關詳細資料 好可怕 會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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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